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呢 小马准备再为大家开一套新的课程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AWS Global Accelerator 全球加速网络 什么意思 是这样 您呢可能编写了一个用程序 咱们就假设您编写了一个API 对吧 您呢是全球性的公司 您编写的API呢 是要提供给全球客户所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 比如说 您把您的服务器 部署在了美东弗吉尼亚区 对吧 OK 美国的用户呢 可以访问到 欧洲用户呢 可能也可以访问到 但是亚洲的用户怎么办 澳大利亚的用户怎么办 印度的用户怎么办 他们访问起来呢 会非常的慢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 让咱们部署的API 让全球的用户都可以快速访问呢 这个呢 就用到了今天要给您介绍的技术 Global Accelerator 全球加速网络 让咱们开始哦 好的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课程介绍 什么是AWS Global Accelerator 下面呢 是它官方的描述 小马给您念一下吧 AWS Global Accelerator 是一项联网服务 可通过使用AWS内部的全球网络设施 将您的用户流量的性能提高60% 当互联网非常拥挤的时候 您呢 可以使用AWS Global Accelerator 优化您的应用程序的路径 帮助您降低数据包的丢失抖动 以及延迟水平呢 维持在低水平 说了这么多 您不是很理解 没关系 咱们马上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画面左边呢 是用户 对吧 右边呢 是咱们要提供的API服务 或者说是网站服务 这个呢 都没有问题 那么用户 他如何访问到咱们的API服务呢 用户呢 可能上网 然后呢 经过本地的SB提供商 经过各种各样的全球网络 可能呢 还要跨各种各样的时区 最后经过了十万八千里 可能才访问到咱们的服务器 咱们呢 接收到用户的请求 可能还要通过这个网络 再返回给用户 中间的延迟呢 非常的大 那么 该如何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大家请看下面这张图 这个呢 是AWS官方的图哦 大家请看 如果用户 他呢 想访问咱们的API 他呢 首先通过本地的 Internet的服务提供商 这是没有办法 对吧 那么进入到AWS内部网络 那么接下来 咱们呢 就在AWS内部网络当中 快速的进入到咱们的服务器 读取到数据 然后呢 通过AWS内部网络 返回给用户 也就是说 用户访问到咱们的AWS的API服务器呢 不再通过Internet 而是通过AWS内部的全球网络 进行访问 提高用户的访问效率 这个呢 就是本套课程 要给大家实现的目的哦 好的 回到咱们的课件 然后呢 是这样 为什么AWS可以完成全球加速网络呢 这个边呢 有一张AWS的Region图 也给您看一下吧 大家请看 AWS呢 它在世界各地 都开发了它的IDC中心 那么AWS呢 又在各个的IDC中心 进行内部网络的专线连接 也就是说 咱通过Internet 访问AWS呢 可能速度较慢 但是 如果您通过AWS内部网络 访问他们之间的中心服务器的话呢 就会非常的便捷 非常的快速 这个呢 就是AWS Global Accelerator 给咱们实现全球加速的原理哦 好的 回到咱们的课件 那么本套技术 全球加速网络 在AWS认证考试中 占的重要度是多少呢 小马给出两颗星 关于Global Accelerator 全球加速网络呢 其实在AWS认证中 占的重要度呢 并不是很高 但是呢 却是您公司 推出全球服务 而必不可少的功能哦 下面呢 是它的官网 小马给您访问一下吧 Ctrl C做拷贝 这个是小马官网 让咱们进入 大家请看 AWS Global Accelerator 使用AWS的全球网络 提升全球用程序的可用性和性能 主要是提供性能 好吧 OK 该怎么做呢 本套课程会大家详细的讲清楚哦 那么您如果学习本套课程 您应该具备哪些个基础知识呢 小马尽量浓缩成三点 首先 您应该基本上了解TCPIP 什么是IP地址 什么是端口号 对吧 为了什么 为了加速咱们应用程序的速度 另外呢 您最好了解下UDP 是这样啊 现在有很多的游戏公司 开发了很多游戏服务器 游戏服务器一般不用TCP 一般用的是UDP 对吧 那么如果您要想全球分发 还想基于UDP服务的话 那么本套课程给您介绍的全球加速网络 将是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 同时呢 您应该有一些CDN内容分发的基础知识 因为是这样啊 在AWS中 全球分发有两种技术 一种呢 是Cloud Front 这个呢 小马呢 单独开课程给大家讲解 另外呢 就是Global Accelerator 这个是本套课程给大家讲解的内容 它呢 都可以完成全球内容分发 而且呢 效率非常高 但是呢 它和Cloud Front呢 又有区别 有什么区别呢 今后呢 也会给您讲到 好的 接下来本套课程面向的对象呢 初学者朋友 另外呢 小马呢 希望您能够修完小马的AWS基础课程 接下来本套课程难度呢 小马尽量压低难度 而且呢 手把手的教您学会使用这套技术 所以说 小马给出本套课程的难度是一颗星 接下来开发工具 老生长谈咱们呢 还是用VSCode加nano 没有说的 然后使用的工具呢 咱们要使用Linux2 为什么呢 因为我全球部署服务器 然后给您做全球加速 并且呢 给您模拟各个区域进行演示 咱们呢 这种演示都基于Amazon Linux2 同时呢 咱们会用到Chrome的浏览器 接下来 视频计划 每个视频呢 包含一个知识点 并且呢 控制到三到五分钟之内 尽量不超时 接下来课程的分类呢 分享给三集以上的会员朋友 并且呢 我的课件都会分享到 小马部落Discode的专区 您呢 进我的专区 咱们讨论技术 分享代码哦 好 以上呢 就是全球加速网络的第一期 从下期开始 咱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个 全球加速服务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